那我們接下來就請先請法醫室兼監視中心主任程主任嗎 還是黃簡座是不是 黃簡座先回應好了 因為他督導兩個案 那可能程文誠案主要就由您來回應 主席還有各位先進 各位委員代表 那這個很高興有這個公聽會 來這裡把我們的偵查報告 再做比較清楚的一個解釋 那就不會像剛剛主席所講的 我們的報告是悄悄的公布 事實上過去也有很多次 關於春風省案件的一個調查報告 但是都沒有公布 大部分都沒有公布 那我們這一次是公布在網路上面 那個我們高檢署的全球網站裡面 所以關心這個案子的人 都可以去下載 然後呢都可以去研究 做一個參考 那事實上在我今年三月初 接觸這個案子之前 我的疑問 也就是各位的疑問 這個都會覺得說 這個都會覺得說 春風省一定是去用拔拔信用 拿單單的製造一個什麼 一個墜樓的疑點來卸責 所以我當時也是 可能也是有這種餘力 那我接觸這個案子之後呢 那我接觸這個案子之後呢 才有機會去看到整個案 當時70年留下來的案件的一個全貌 然後呢 再經過三個月的一個 拘集的一個 在認一些疑點在家裡調查 那我們投入的人力呢 雖然有 剛剛有先進 質疑說 為什麼那麼匆忙的結案 那個那麼 那麼三個月就匆忙結案 那事實上 這個三個月呢 投入的人力呢 我們動員的一個 一個相關單位呢 是非常的密集的 那 那個 那這一次呢 春風省案件呢 最主要突破的是 我們 這個 向檔案管理局查到 當年這個 春風省的一個筆錄 還有他的 錄音帶的譯文 這錄音帶共有六檢 其實應該是五檢半 第六檢比較少 就要等到半小時而已 這個譯文呢 全部呢 都可以 都可以列出來 我想這個 春風省博士經驗期經會 或是說他的家屬 應該是 可以向那個檔案管理局 去申請 去把它呼應 那 各位有機會呢 可以看到 這個 他的譯文裡面 所顯現出來的 一些 當時 春風省在接受 警總約談的時候 他所表現出來的 是那麼 瀟灑 那麼回答問題 是那麼 那麼 堅定 沒有一點 恐懼的那種感覺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答案 那 這個 各位剛剛有那個 好像也有先進質疑說 這個是 譯文是經過 經過這個 修飾了 但是 你知道這個譯文呢 這個錄音帶 錄音帶已經 二十幾年 將近三十幾年 這個錄音帶 恐怕也差不多了 如果有的話 恐怕也消失了 那 這錄音帶 當時 當時在這個 衛氣 法醫 美國來的 衛氣法醫 還有 迪格魯斯 他 兩個人 到台灣來 調查的時候 在 就是 七十年九月 到台灣調查的時候 當時他 曾經有 播放 差不多二十分鐘 最後那二十分鐘 播放給 這個 他們聽 的 衛氣 還有 那可能有 透過翻譯 那 這個 當時也有一些 譯文 就是對照 那譯文 那當時他 這個 在 迪格魯斯 的一個報告裡面 是認為說 等於是 後面那個 二十分鐘的 譯文 是沒有錯的 那後面 二十分鐘 可能就是 第六卷 第六卷 那一部分 這個 可以看出 陳文審 當時 情況是 非常 非常正常的 沒有任何 受到什麼 類似被 刑囚 因為如果說 一個人 在一個 被帶到 地下室的 行刑室去 我不曉得 沒有地下室 行刑室 他應該是 在貴賓室裡面 接受 詢問 刑囚之後 這種恐懼的 這個情況之下 還可以 那麼瀟灑的 回答一些問題 這是 這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 這個 整個案件 我有接觸 這個 我有機會去 接觸前案 去看到所有的見證 去 在調查 一個 一個 一些相關 甚至包括 那個警總 當時 他們內部 查了一個簽 還有他們 內部的報告 我想 那個是不會騙人的 那 他們也不需要 自己騙自己 那 因為他本來 都沒有要公布的 這是 首先 這個 第一點 做這樣的說明 然後呢 就 剛剛 一些先進 提出的 一些問題 我 盡量的來 做一個 回應 那 剛剛有先進 提到 好像是游律師 游律師已經離開了 那 提到說 這個 鄧偉祥 鄧偉祥 然後呢 他的 他的證詞 看不到 那個筆錄 到底講什麼 那是不是 真實 事實上 我 重新在 這個 再去 約談 鄧偉祥的時候呢 我也是這樣懷疑 我甚至覺得說 鄧偉祥是一個 警總特地找來的 要把他切斷的 一個證人 事實上 所以我問他呢 我直接質疑他 你根本就是 出來說謊的 那 那個 當然在 這個中間 過程呢 幾乎 大家 問到 要避免 他也覺得非常不可思議 我怎麼有這種 這種 這種懷疑 那如果說 我從另外一個角度來 來 來講 鄧偉祥當時 70年的時候呢 就已經是 美國的什麼 核子工程的一個博士 那現在呢 70歲了 70幾歲 我 好像身為不是很好 那個 據我了解 這個 如果說他 願意出來 當這個什麼 警總的一個 切斷 警總 尋求的一個 一個 算是一個 漩民的話 當作一個 這樣的角色的話呢 我想他 不至於 這 這幾年來 工作也不是都很順利 還有 這是 那我們也可以至於說 那你是不是記錯了 那一天是不是記錯了 可能是7月1號晚上去了 不是7月2號晚上去了 我們也是都這樣 很多反路不斷的一個質疑 他的一個共識 然後他特別強調說 因為 當時他哥哥有一個叫做政治家的一個雜誌 這個是 每年 每個月的7月1號 每個月的1號出刊的 那 當時7月那一刊呢 那一期呢 剛好是在 晚一天 就7月2號才出刊 所以 他是出刊以後 7月2號出刊以後 晚上 那個 存檢去他家 所以日期絕對沒有 沒有弄粉 弄粉掉 所以確定是 這個 這個7月2號 然後他為什麼會出來 為什麼會出來做事呢 因為他7月 應該是7月4號 7月4號看到報紙登展 存檢死掉了 後來他才錯過 他的哥哥 也叫鄧維什麼 是是辦那個政治家雜誌的 這個一個 一個負責的人 鄧維珍 那個 去跟他講說 陳律祥那天晚上有到我家 後來 那個鄧維珍才打電話去 那個 警總的一個 算是政治作戰 算是 另外一個處 不知道什麼處 就是 類似那種 政治作戰 那一種 那種處 那打電話跟他講說 有一個人知道說 那天晚上 陳律祥 陳律祥到他家 然後呢 警總才派人 約 約這個 鄧維祥 去 一個 當時他的海霸王 在那邊 問他 然後問他一些 一些話 然後鄧維祥就自己 就寫一些 當時 做了哪些事 談什麼事 所以 鄧維祥的比喻 是 我相信呢 是絕對是可以 進得住考驗的 所以不用 我是沒有 本來是法語 後來 沒有法語 還有 這個 一些 我可以回應的 好 那剛剛 尤律祥也提到說 這些筆錄都沒有公開 我想 我們也聽到 那個 剛剛李律師也提到說 這個案子 有申請在意 這個在意 如果說 將來 不管怎樣 如果發揮 還是說 怎麼樣 如果說 高檢署 如果說 博委切禁的話 那個 剛剛李律師也講說 他可以申請 那個交互審判 那 透過交互審判的話 我想 這個 因為我們偵查 偵查不公開 我們不可能把偵查的資料 今天把 簽證帶來 大家來看 你來看看 就是這樣 我不可能做這種事 這種一做的話 馬上委員在 六委員馬上會 care我們 我們不 擔不起這種責任 所以說 如果說有機會 交互審判 哪有呢 透過法案的審判程序 各位可以去夜見 要怎麼看 就怎麼看 這個就沒有這個 因為這個 在法案審理的過程裡面 沒問題 好 那另外 這個什麼 手錶 手錶這個問題 手錶 這個 這個 這個是當時 我們 問了 這個 李昌毅博士 他特別提到說 手錶 他可以證明 很多事情 我們特別去 請向 那個 那個 從整博士 經驗經驗會 裡面 跟他借來 從去鑑定 那當時 這個手錶 那我們的 報告裡面 原始的報告 就 對這個 當70年 那個時候偵查 就對這個手錶 非常重視 所以特別去問說 手錶到底在哪裡 最後的答案 應該是在 應該是在他口袋裡面 是一個 一個 等於是 那個 葬儀社的 那個人 從他口袋裡面 拿出來的